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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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镜头里面是要怎样 旁边这个东西美龄是要怎样 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一个广告是要怎样 北京特别可笑 三环老娘住的这个宅子一个月六万块 居然没有供暖 没有供暖 没有供暖 是要怎样 要到月中15号才供暖 是要怎样 我那天一气之下冷的不行 一到晚上睡不着 我就硬买了三台 三台是要怎样 5点25了 还有20分钟登机又饿了 北京现在基本上是 我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5 6度 然后云南的话差不多早晚问题大 到了云南就可以直接把外套脱了 然后差不多11点半到后面 然后就可以去吃米线子 展示一下你今天的穿搭 疼头了 我今天穿搭整个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修饰戴的非常的多 我第一次尝试戴这种帽子 这种很圆的帽子 It's so cute 昆明见 我大姐 超人 她带我来吃一家这种 舌尖上的美食 云南餐厅 餐馆子 我特别好吃 我特别喜欢这种小馆子 超好吃的这个吧 嗯 我老师 我现在穿你了 什么 我幹什么 你怎么跟你选择 我看你怎么做 都没想到 我 我在这儿 你 раздел吧 今天我都没有帮助 我先到我 我当时的 我真的不信 来到每一所的城市都要吵死了 你飞过去吗 按什么喇叭呀 最烦按喇叭了 你又飞不过去 你开的又不是飞机 不好意思啊 报告了 来到每一所城市 我都要骑单车 这里是美丽的昆明 今天20来度 10来度不知道 反正我们现在要去买一个平衡仪 因为这次旅行 我没有带平衡仪台 然后冰冰前两天录的Vlog 可能有点陡 这个怪他不怪我 谢谢 我要去买个平衡仪 and have dinner 我们买了一个新的一个稳定 稳定 给冰冰买的一个礼物 非常重 非常大型 然后为了给大家拍更好的Vlog 这个相机太重了 镜头也特别重 然后跑动的时候才特别抖动 所以买了一个稳定器 就特别的好 来 给我跑 跟他展示一下 太好了 行不行 有没有抖 可以的 有没有抖 没有 开心开心 什么意思吗 这鬼机会 这是什么 哎呦 没有不满意的机会 我们三人石头剪刀布 谁输了 谁就要带那个兔子耳朵 好不好 戴一天 戴到晚上睡觉 戴到晚上睡觉 来 石头剪刀布 刘均冰输了 刘均冰输了 冰冰 好你去 来来来 你是主角 现在 好吧 是吧 好 给他戴在晚上 只要女孩子扫 他只要女孩子扫 他不是卖的 你不是卖的是吗 是啊 他是扫把送的 啊 那你们有没有本事 为了让一个 是啥 你们有没有本事 你可以卖一个给我吧 可以啊 要哪个 资本的力量 我不要这个 我要这个 不行 你们就得这样 闪的这个太丑了 这个可以了 还是可以买的 搞得一天 我觉得很好看 好吧 哈哈 你们看刘建兵之夸张 超模 他自己去一个彩妆店 然后在他的口罩涂了一点腮红 带亮片的哦 徐病七七 这是类似于昆明的美食街 小型的美食街 这里有很多的云海洋 云海洋开的就是全中国各地都有 但是非常的难吃 今天就是在昆明的第二天 然后明天我就要回老家睡了 去看望我的妈妈 然后过两天可能去大里利江或者是西方法纳 然后现在来到朋友的一家店叫做金中 是一家火锅店 就在这个类似于昆明的美食街吧 反正稍微高档一点的美食街 昆明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美食街 大家可以多多来关照一下哦 还有昨天晚上那个酒吧 是大姐和朋友一起合开的一个酒吧 大家也可以多多关照一下 然后你们可以报我的名字 把我的名字将引起闭门羹一晚 谢谢 我想带这个 能不能再便宜 100块 太贵了 90块钱 60 60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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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我就拿走了 好吧 60 60 从100块讲到60 我觉得还能再杀 但是算了 可不可爱吗 可爱的嘛 明明戴这个已经戴了一天了 请问是什么感受 你好到哪里去 你让他们看看你 对这个展安呀 你也来一个 看一下我的细节装有 最新的热卖色号 今天回头率巨高 爆款色号 来三个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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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你们杠啊 杠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 我今天是来云南的第三天 然后我们这次在北京出发的时候 我们的行程是到昆明 再回来我的老家玩一玩 再去大理一江 结果呢 特别好笑 就是我现在就要回北京了 因为我们突发事件 我得赶回去北京 我弟弟要排练 过两天要去 对 我弟弟是其他后的事情 这次的旅程呢 就是非常的仓促 已经没有做计划 就是说走说走 就走 说走 啥 云南紫外线非常的强 呀 这里有谁啊 小傻兵 这次旅行就 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就只能回北京了 不过也好 所以北京就是可以看一下我的兰花 有没有死 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去旅行吧 我不知道我去哪里 我想去点那种 原生态的地方 类似于大理一江流 上一次去了拉萨 也没有入Vlog 我现在冬天了 不太想去特别冷的地方 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可以去哪里 我不要去三亚 我就是要去那种 不冷不热的地方 因为买了好多冬天的衣服 没有穿 拍Vlog会很好看 所以就是 不想去热的地方 想去穿我的新衣服 这次Vlog就是这个